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两位选手我们来看你们的题目 你们的题目就是 假如你毕业分到了丁小斌所在的部队 你会有何感想 首先按照抽签的顺序 请十号行进开始你的演讲 2009年4月 中国军人在战时敢舍身 在平时能忘我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用自己残缺的身躯 创造了完美人生 而我呢 一个学员与英雄之间 还有征途漫漫 我要把我的生命之光 融入人民军队的烈焰熊熊 让景辉更闪亮 让军旗更鲜红 好 我们有请23号选手梧桐 看着手里的毕业派遣单 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把我分到丁小斌所在的部队 让我和英雄在一起 对于我这样立了三等功的学员来说 这就对了 绝配 可是他带的那群兵啊 立特等功 一等功的 就有六十多个 得到的奖状奖牌 有两百多块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兵啊 让我当他们的牌掌 他们能服我吗 他们不会为难我吧 哎呀 要带好丁小斌的兵 这 这可太难了 这个 算了 不想了 今天先睡觉 明天我要精神抖擞地 走进丁小斌的部队 带好丁小斌的兵 当好丁小斌的兵 睡觉 听完他们的演讲 我们的评委有什么样的想法 来 通过你们的问题表达出来 首先有请十号 行进 我们有请严谜评委 向行进提问 你刚才说过丁小斌说 人活着真好 不是活着就好 你怎样理解这句话呢 因为丁小斌经历过战火硝烟 在战火硝烟中 他失去了一个幼病 在战火中 他捡回了一条命 他觉得人生中 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而人活着 不光活着就好 这句话 提升了他生命的意义 他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有益于人民和国家的事情 你讲得很好 我想丁小斌 他之所以选择部队 他是想培养出更好的接班人 如果你有天超越了他 他会觉得活着真好 不是活着就好 谢谢你 谢谢 来 有请梧桐 请攻方兵 评委向梧桐提问 既然我们有核心价值观 要崇尚荣誉 荣誉蕴含的是什么 军人一个追逐什么样的荣誉 我想请你谈谈这个问题 军人 肩膀上扛着星星杠杠 这都是荣誉 咱们的资历章也是荣誉 咱们追求这些荣誉的同时 就是为祖国建功立业 就是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就是热爱人民 就是报效国家 就是献身使命 报答案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深刻的 谢谢 谢谢工方兵训练 谢谢梧桐 两个选手都已经回答完毕了 演讲也结束了 我们的七位评委 请按下你们手中的选择键 哪一位 你们认为可以顺利晋级到下一队 评委的选择和所有观众的选择来看一下 这一个比分6比1 看来梧桐还有一线升级 而我们掌声祝贺行进 顺利晋级到下一队 好观众朋友们 经过激烈决逐 我们今天决赛的第一个环节 水雨争锋已经结束了 五组选手 每一组两名 两两对决 评委们也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五位选手顺利晋级 而由五位选手进入到了我们今天决赛的第二个环节 一线升级 在这一轮比赛当中呢 五位选手将就同一道题目进行演讲 而这五位选手当中 只有一位能够晋级最后一轮比赛 这一轮比赛的决定权呢 我们将要交给现场的30位观众评委 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30位观众评委呢 是来自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和中国传媒大学的大学生朋友们 稍后呢就请他们来代表所有的观众 投出最宝贵的一票 下面呢让我们用掌声 请出五位选手上场 有请 我们第二轮的比赛题目也很特别 是现场表演 我们请来了武警政治部文工团 歌唱演员潘军 他将在现场为我们演唱一首 由我们创作的歌曲叫英雄依旧 听完这首歌以后 五名选手每人用一分钟的时间 来表达自己听完歌以后的感受 就让我们掌声 没有将司出征 再有幸福尝求 没有占营飞翔 怎有蓝铁温柔 没有斩间踏浪 怎有碧海悠悠 没有边关风雪 怎有玩家等我 没有僵尸守望 怎有蓝铁温柔 我住我的孩儿里 任命的城市里 多少个辉煌 若是世间 我住我的孩儿里 人命的城市里 一代代祝福 人生依旧 人生 人生 我住我的 谢谢 谢谢潘君 接下来就请五位选手 按照你们的抽签顺序 进行演讲 每人一分钟 首先有请五号选手王璐 战场的硝烟终会散去 但战争英雄依旧 灾后的家园终会重建 但抗震英雄依旧 泛滥的洪水终会退去 但抗洪英雄依旧 英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种精神 即使身体倒下 即使肉即殒灭 但英雄依旧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43号选手周强 从小我就在金银里长大 那个地方很荒凉 但是却想了漫山遍野的薔薇花 父亲觉得薔薇花的生命力很旺盛 希望我以后能成为一个勇敢坚强的人 所以给我起名叫周强 我还记得小时候 冲每一个穿军装的人叫爸爸 每一次抗洪 每一次抢险 每一次救灾 所有的人都关注 都为之动容 但我最大的感受是 揪心 我经常会站在镜子前看着穿军装的自己 也许我永远都成为不了一名英雄 但我要对得起胸前这枚火箭兵的标志 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军人 好 我们继续有请38号选手 狼峰 在这个躁动不安的世界里 我把英雄的身影寻觅 他在滚滚翻腾的洪水中 他在震荡摇晃的残垣里 他用宽大的手 抚平瓦砾 他用强健的脚 带走废墟 他撑起生命的一片天 他铸就 血肉的一道堤 他是谁 他是平凡的你 是平凡的我 是平凡的 人民子弟兵 有请47号选手赵小萌 英雄的价值 就在于因为他的存在 而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前行 人民子弟兵正是在于繁华背后 默默地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利益 新时代的军人 正用自己的行动 全力践行着当代革命军人 核心价值观 诠释着英雄的含义 不管时代怎样变化 都是这个时代 最真的英雄 好 我们最后请上 23号选手梧桐 有一个顺口溜 大家都很熟悉 地上不长草 天上无飞鸟 六月穿棉袄 风吹石头跑 那就是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在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有无数像我一样平凡 普通的战士和官兵 我觉得他们都是英雄 没有他们 就没有万家灯火 这一刻 我想起了我们东风烈士陵园 那672座汉白玉石碑 想起了我们的长空一号 想起了无数的基地人 好 这一轮这五位选手的演讲呢 都已经结束了 我想请我们的五位选手来到舞台的中央 好吗 这一轮站在舞台中央的这五位选手 他们谁将晋级 我们最终的这个决定权 是要交给我们的观众评委 下面请每一位拿起你们手中的安接器 每一位只能在五个选手当中选择一个 你们认为能够晋级留在舞台上 继续拼杀的选手 开始 来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王璐获得了十票 周强获得了六票 王峰获得了三票 赵小萌获得了一票 梧桐同样获得了十票 很有意思 出现的并列的又是两位空军的选手 两个空军 而且一边一个 问一下咱们的观众评委 选择梧桐就有那几位 刚才你选了梧桐 那份最真实的感情 给我们讲述最真实的故事 给我们带来最精彩的瞬间 就是让我切实感受到军人的风范 军人崇尚荣誉的信念 谢谢 你刚才选择了谁 五号 刚才的演讲中 我觉得他对英雄依旧的理解非常深刻 提升到了说英雄是一种精神 谢谢 谢谢我们的观众评委 也谢谢你们做出的选择 尽管这个选择最终 没能够左右比赛的进程 但是你们的意见 你们的感受 将会给很多观众 有下深刻的印象 谢谢你们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 非常戏剧性的一幕 根据大赛规则 如果在观众评委 投票出现平局的情况下 我们将把决定权交给场上的七名评委 请我们的评委 投票 选择五号选手王璐 还是选择二十三号选手梧桐 好 我们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 又是一个 这次出现了一个 最最最最选述的比分 七位评委都选择了五号选手王璐 好 让我们用掌声祝贺王璐 晋级下一轮比赛 祝贺王璐 好 现在我们有请台上的另外的四位选手 来对着大家说一说你们最想说的话 周强 我想说我来过了 我看到了 我听见了 我感受到了 我很快乐 我只想说一句话 我喜欢喜洋洋 但我更喜欢归太郎 谢谢大家 我为我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 另外 今天我的母亲来到现场看我的比赛 我想对她说 妈妈 我爱你 在哪里 有赵小萌的妈妈是吧 来赵小萌的妈妈 那我抬上来好吗 来有请有请 阿姨来 我们不知道赵小萌的妈妈一直在我们的座位上 看着女儿的比赛 赵小萌哭了 但是她一直是很快乐的 在这想对小萌说些什么 女儿能有今天感谢各位领导 感谢海公 对她的培养 对她的教育 希望她能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走得更好 为军人争光 我们也是军人的家庭 好的 山虎是测绘兵 观天后的气象兵 这个神出鬼没侦察兵 有很多观众对她还印象深刻 但是毕竟我是她的徒弟 虽然没有青出玉兰 胜玉兰这个是有原因的 因为师父教徒弟一般都会留一手 刘飞呢 刘飞冲上来了 他要澄清他没留一手 比赛是一个形式 我们来就是来学习来了 之前他这个继承的非常好 我的决赛也是7比0被干掉的 刘飞 没有拿到票 胡柳霄 踢票 这一点他继承的非常好 但是我们不要再发扬下去了 好吧 下面的不管是生活还好 还是工作还好 我们都应该再往前冲一点 没问题 相信大家都会往前冲 加油 好 谢谢这几位选手 谢谢 经过了决赛的前两名比赛 进入决赛的10名选手 只剩下了6位 他们将在最后的一轮比赛当中 冲击金奖 请您明天继续关注 再见 再见 他的权戏 就是两个大写的汉字 忠诚 是怎样的神奇力量 让他造成了如此的挥霍 我说 我们军人为使命而战 为观众而战 但是今天 刘斯丁的自己 深深的震撼了我 就把仅有的一床军备 剪开一半 送给了老乡 说您掉了四分吗 咱们 到你那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